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最近做出的一个震惊全美的决定 他撤销了与91事件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其两名同伙的认罪协议 将他们的案件重新定位死刑审判案件 这一决定在周五由五角大楼宣布并立即生效 之前已经达成的认罪协议原本可以让这些恐怖分子以终身监禁换取认罪 但奥斯汀部长认为这样的决定应该由他来负责 这一逆转决定引起了受害者家属和公众的强烈反应 有人谴责这些恐怖分子 称他们在策划袭击时是诺夫 今天依然是诺夫 这场长达二十多年的法律斗争再次回到了原点 案件进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 国防部长劳埃德·J.奥斯汀三世 Loydre·奥斯汀三的最新决定 无疑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奥斯汀部长最近推翻了一项 与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的主谋 及其两名同伙达成的认罪协议 这些被告包括 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 Khalid Sheikh Mohamed 瓦利德 本阿塔什·瓦利·Bintash和穆斯塔法 阿尔·豪萨维·穆斯塔法 他们原本将在古巴关塔纳摩湾军事法庭上认罪 换取终身监禁 但现在他们的案件再次被列为死刑审判案件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五角大楼在周五宣布了这一决定 并解除退休准将苏珊 K·埃斯卡利尔 苏珍 K·埃斯卡利尔 对这些案件的监督职责 这一决定无疑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奥斯汀在公开声明中强调 这样一个关键决定应由他这位最高召集权威来承担 这一举措的背景是 本周早些时候 埃斯卡利尔已经与被告签署了一项停前协议 该协议排除了死刑以换取认罪 据报道 穆罕默德及其同伙已经同意认罪 这被是为解决这场造成近3000人死亡的袭击事件的一个长期等待的方案 但这项协议并未获得所有人的支持 例如代表袭击事件直接受害者家属的特里斯特拉达 Terry Strada对这项协议表示不满 他强烈谴责这些被告 说道他们在策划袭击时是诺夫 今天他们仍然是诺夫 这一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部分受害者家属的心情 毕竟这些恐怖分子的行为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911袭击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当时激进分子劫持了商业航班 并用他们袭击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 这次袭击促使乔治W不失总统的政府随后发起了反恐战争 导致美国军队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 并在中东地区对武装极端组织进行了多年的行动 这场战争改变了全球政治格局 同时也对美国国内外的安全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报道 奥斯汀部长的这一决定立即生效 穆罕默德及其同伙瓦利德、本、阿塔什和穆斯塔法、阿尔、豪萨韦 此前已经与美国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 并同意以终身监禁换取认罪 然而五角大楼的这一最新决定 将使他们重新面临死刑判决的风险 这一决定在政治层面上也引发了许多讨论 美联社报道指出 共和党人迅速指责拜登政府达成这一协议 尽管白宫声称对此毫不知情 奥斯汀在周五晚上发布的一份命令中写道 鉴于这一决定的重要性 他决定接受认罪协议的权利属于他 因此他取消了这些协议 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 也反映了美国军事法庭处理这些案件的复杂性 自2008年以来 负责审理911袭击事件 五名被告案件的美国军事法庭 一直限于预审听证会和其他初步法庭行动中 被告在中央情报局拘留期间 遭受的酷刑延缓了案件进展 并使全面审判和判决的前景仍不确定 部分原因是与酷刑相关的证据不可接受 这些案件的复杂性不仅在于法律层面 还涉及国际政治和人道主义问题 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和其他被告 原本预计将在下周正式根据协议认罪 然而奥斯汀的决定将使这一进程 重新进入不确定状态 这一转变不仅影响被告 还对受害者家属和整个国家的情感 造成了重大影响 许多受害者家属 希望看到全面审判和可能的死刑判决 认为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正义 奥斯汀的这一决定 也让人们重新审视美国的司法程序 和反恐政策 是否应该用死刑来惩罚恐怖分子 还是应该通过认罪协议来迅速结案 这是一个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观点 而这些观点往往受到个人经历 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的影响 总的来说 奥斯汀部长的这一决定 无疑是对美国司法和反恐政策的一次重大挑战 这一举动不仅影响到被告和受害者家属 还可能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安全政策 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事件的进展 我们将看到这一决定 对各方产生的实际影响 以及它如何塑造未来的反恐战略和司法程序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国防部长 劳埃德·J.奥斯汀三世 罗伊德·J.奥斯汀三世 最近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 撤销了与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主谋 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 及其两名同伙 瓦利德·本·阿塔什·瓦利德·Binatash和穆斯塔法 阿尔·豪萨维·穆斯汀·艾·艾·赫斯汀·艾 达成的认罪协议 将案件重新定位死刑审判案件 这一决定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奥斯汀部长的决定 是对退休准将苏珊·K·埃斯卡利尔 Susan K.·埃斯高威尔 此前签署的认罪协议的逆转 根据该协议 被告将以认罪换取排除死刑的判决 并预计接受终身监禁 然而 奥斯汀在公开声明中强调 由于这一决定的重大影响 应由他作为最高召集权威来承担责任 五角大楼在周五宣布了这一消息 并立即生效 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 是2001年9月11日 袭击事件的主谋之一 该事件导致近3000人丧生 这次袭击事件 涉及劫持商业航班 并将其撞向纽约的世贸中心 和五角大楼 这次事件 促使乔治·W·布什总统政府 发起了全球反恐战争 结果导致美国军队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 并在中东地区 展开了多年的反恐行动 奥斯汀的决定 在受害者家属中 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例如 代表袭击事件受害者家属的特例 斯特拉达 Terry Strada 对认罪协议表示不满 认为这些被告 仍然是懦夫 这项协议 无法给受害者家属 带来应有的正义 这项认罪协议的达成 历时20多年 期间涉及复杂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被告 在被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拘留期间 遭受了酷刑 这对案件的审理造成了影响 并使得许多与酷刑相关的证据 变得不可接受 这些因素 导致案件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 美国军事法庭中 陷于预审听证会 和初步法庭行动中 进展缓慢 奥斯汀的决定 取消了这一认罪协议 重新将案件列为死刑审判案件 这一举措 被一些人 视为对受害者家属的正义回应 但也引发了部分批评 认为 这可能进一步 延迟案件的最终解决 总之 奥斯汀部长的这一决定 标志着911袭击事件 相关法律程序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为这些被告的案件 重新定下了严厉的基调 也再次凸显了 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立场和决心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奥斯汀部长撤销911主谋 及其两名同伙的认罪协议 是一个必要且正义的举动 这些人策划了导致近300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 无论过了多少年 我们都不能让他们避免应得的惩罚 依靠认罪协议换取终身监禁 实在是对受害者极其家属的不公 让这些罪犯在监狱中安然度日 完全无法平息人们心中的愤怒和悲痛 更何况 我们还有必要向全世界表明 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态度是零容忍的 必须要有最严厉的惩罚来震慑那些企图 伤害无辜生命的人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像古代的岳飞在世 豪情万丈 但我们也要看看现实 关塔纳摩湾的军事法庭已经拖了这么多年 这些案件进展缓慢 原因之一就是被告在CIA拘留期间遭受了酷刑 很多证据都变得不可接受 与其在法庭上扯皮多年 不如通过认罪协议直接把他们关到老死 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 这或许才是更实际 更能尽快结束的解决方案 而且你知道吗 美国的司法系统从来不是以报复为目的 而是以公正来达成和解的 你这模推崇死刑是不是有点落后时代了 谢琪琪 我看你是被现实打击的失去了信心 美国司法系统追求公正是没错 但公正不代表要妥协 尤其是对于这种滔天罪行 你提到酷刑问题 没错 那是个问题 但这能成为我们缩手缩脚的理由吗 美国的司法系统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的是信心和决心 至于你说的落后时代 我倒想提醒你 很多国家像是日本和韩国依然保留死刑 这未必就是落后 而是社会共识的一部分 而且对于那些因911失去亲人的人来说 这样的社会共识更能给予他们安慰和正义的感觉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古代的刑部尚书 打打杀杀有什么好 我们的考虑现实操作 甚至不少法律学者都指出 死刑不但不能下组犯罪 反而有可能引发更多的仇恨和暴力 而且 判处死刑的过程漫长 昂贵 反而让纳税人的钱白白浪费 你提到的受害者家属 我们当然要考虑他们的感受 但真正的安慰来自于正义能够迅速且确实地实现 而不是让案件在法庭上无休止地拖延 认罪协议能够尽快把事情解决 让大家早日从这个阴影中解脱出来 你这么坚持死刑 真的不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吗 谢奇奇 你拿成本和效率来衡量正义 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正义不能打折 尤其是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你说死刑不能下组犯罪 这点我不同意 死刑的威慑作用是存在的 尤其是对那些极端分子来说 这些人计划袭击无辜平民 对他们来说 严厉的惩罚有着强大的震慑作用 再说 我们不是只为了威慑 而是要给予应有的惩罚 美国作为全球的楷模 如果在这样的案件上妥协 无疑是在给恐怖分子打气 你这种让步的思维 应该好好反省 楚天说 你这话说得跟战鼓雷鸣似的 但我依然认为你的观点过于理想化 威慑作用存在与否 是一回事 现实的操作问题是另一回事 美国早在2001年发起了反恐战争 但恐怖主义仍然猖獗 这证明单靠严厉的惩罚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全面的策略 包括外交、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 而且死刑本身也存在错判的风险 虽然在这种重大案件上可能性较低 但我们依然不能忽视这个风险 与其在这里争论死刑的威慑作用 我们不如把精力投入到更有效的反恐策略上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哎呀!这次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又得踏上一条艰难的法律战路了 他最近推翻了一项于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其两名同伙的认罪协议 重新将他们的案件定为死刑审判 这个决定可不是猫咪随便抓抓老鼠那么简单 奥斯丁部长可是把这顶司法桂冠带在了自己头上 成为了最大的负责人 这下,不仅三位大佬要继续在法庭上争论不休 连五角大楼也得头疼一阵子了 这项原本达成的认罪协议换取的是终身监禁 听起来像是太平洋上的和风细雨 但实际上是引发了不少人的不满和抗议 特里、斯特拉达代表袭击事件直接受害者家属的声音 直接给了这些被告们一记懦夫支撑 仿佛他的话就是一枚头像懦夫的虚拟炸弹 他认为这些策划袭击的人在寻求认罪协议时仍然是懦夫 这一发言无疑让那些认为认罪协议不够严厉的人找到了一个共鸣点 这场审判还真是历史悠久 从2001年袭击事件发生至今已经20多年了 这件事就如同一部演了无数集的长篇肥皂剧 当年,激进分子劫持商业航班 袭击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 让全世界心都碎了一地 成为历史上一个无法抹去的悲伤记忆 这次事件后 美国政府就像兔子遇见狮子一样 立刻挑起了全球反恐战争 先是把阿富汗和伊拉克揍了个遍 然后在中东地区打击了多年武装极端组织 真是一场漫长而复杂的戏码 奥斯丁部长的这个决定让案件又回到了原来的死刑审判状态 对于某些人来说 这是一个正义得到了尊重的信号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则可能觉得这只是无休止的折磨和争论的开始 共和党人更是抓住这个机会 对拜登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虽然白宫表示他们对此毫不知情 好像在说 这锅我们不背 其实 这场戏码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自2008年以来 负责审理9-11袭击事件的美国军事法庭 就一直限于预审听证会和其他初步法庭行动的泥潭中 最令人头疼的是 被告在中央情报局拘留期间遭受的酷刑 这让案件进展变得像跑步机上的步伐一样 走得真慢 酷刑相关的证据也让全面审判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成了一个谁都不敢轻易碰触的法律炸弹 总的来说 国防部长奥斯丁的这个决定 无疑让9-11袭击事件的审判进程再度陷入了新的纷争和争议中 无论是追求正义的受害者家属 还是希望案件早日解决的公众 都不得不继续等待这场法律大戏的最终结局 这场戏码还会继续上演 看来大家还得再续定几季法庭剧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